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其一生书写一代传奇 纵观梅兰芳人生历程 严芳16岁便娶妻 一生经历三段婚姻 每一段都堪称传奇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梅兰芳的三段婚姻 王明华和梅兰芳出见面的时候 还是一个羞涩的少女 她明媚好耻 看着端庄秀丽 此时的梅兰芳还没出名 家里的条件也不算好 而且梅兰芳本应唱淡绝 有些出名的简直 却遇到了变生期 也不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 嗓子还能不能好 王明华知道这一切 却还是在看到梅兰芳的时候一见倾心 一猛子扎了进去 所幸祖师也赏饭吃 人成婚后 梅兰芳的嗓子恢复了正常 梅兰芳认为王明华必定忘夫 所以对她爱不释手 为了梅兰芳的演艺事业 王明华的生活重心 也一切围绕着她展开 尽管王明华自己 在唱戏方面也很有天赋 可是她还是选择了 做她背后的女人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梅兰芳在戏剧方面 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鲜花和掌声扑面而来的时候 一切隐性的担忧也分塌而来 梅兰芳年纪不大 可是长相俊美 再有名气加深 各种粉丝疯狂示爱 为了丈夫能安心演艺事业 本不让女人涉足的化妆间 王明华女扮男装 一直亲自给她打理 彼时 王明华觉得自己是幸福和满足的 更加甘心于奉献一生 没多久 她梦想的生活很快来到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最后生下了一双儿女 但是 因为怀孕期间 梅兰芳的生活和唱戏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王明华暗暗担忧 觉得梅兰芳没有趁心的人照料 肯定不可以 再说外界 还有这么多的诱惑 于是心下意恒 王明华做了一个 让自己后悔一生的决定 去做劫狱手术 为了更好地陪伴梅兰芳 她亲手埋葬了 一个女人最大的权利 可惜 一年后 一双儿女却因为寻麻疹 双双去世 想到这里 王明华的眼泪又忍不住打转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当初那个决定 今日的悲惨也未必会发生 失去孩子之后 王明华犹如雷击 她不再整日围绕着梅兰芳 每天以泪洗面 梅兰芳也是悲伤 但演艺事业不能停 她还是一个放松自己心灵的归宿 但是 王明华除了流泪和躲起来 却找不到任何出口 为了不打扰梅兰芳唱戏 她只能强颜欢笑地说 我没事 你好好唱戏 她明白 就算她展露出自己的悲伤和忧愁 展露出自己的私心和欲望 也许未必会改变结局 最后 还会落下一个不大方 不贤惠的人设 没了孩子后 梅家人就开始提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大旗 给梅兰芳施压 而梅兰芳自己也觉得认同 王明华不是没有努力过 她提出两人收养一个孩子 她甚至都找好了人家 但是梅兰芳说 我又不是自己不能生 干嘛领养别人的孩子 没多久 家里人果然又给她 寻觅到了一个女子 福之芳 在福之芳之前 王明华知道 还有个叫刘喜葵的女子 曾经闯进过自己丈夫的心 刘喜葵和梅兰芳的事情 非常隐秘 诗人知道的也没几个 但是女人的直觉往往很准 王明华知道梅兰芳恋爱了 她从梅兰芳的眉眼之间 看到了女性的影子 经过她的观察 这个叫刘喜葵的女子浮出了水面 刘喜葵是孙菊仙 介绍给梅兰芳的 她知道王明华不能再生 而梅兰芳正在寻找下一任 圈内的大咖们 也都很上心 孙菊仙的名气本来就大得很 她演出的时候 光绪帝都亲自为她打扮 慈禧对她也是宠爱有加 孙菊仙来头很大 为梅兰芳介绍的女子 刘喜葵也不是一般人 当时的刘喜葵已经红遍了北京城 她的场子每场都爆满 而且门票都很贵 梅兰芳看到她之后 也觉得欢喜得很 脸人就开始恋爱了 刘喜葵生性高傲得很 并非因为梅兰芳的名气 而看上她 而是单纯的因为喜欢 刘喜葵喜欢梅兰芳 也是滴到了尘埃里 此时的刘喜葵因为名气的原因 身边围绕了一大批的达官贵人 也因为名气 她担心自己嫁给梅兰芳以后 会给她带来灾难 所以思寸再三 她提出了分手 没想到 梅兰芳竟然同意了分手 之后刘喜葵淡出了梅兰芳的生活 王明华以为 退出去一个 肯定会再来一个 果不其然 没多久 福知芳走进了丈夫梅兰芳的生命里 并且成为了能与她并肩齐位的女人 福知芳15岁的时候 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 比起王明华 更是多了一份端庄和大方 孙她年纪很小 但是梅兰芳初看一眼的时候 就爱上了她 福知芳也会唱戏 她拜师吴灵仙 学的是轻衣 梅兰芳对吴灵仙一家 曾经有恩 她看上了吴灵仙的女弟子 可谓手到擒来 当她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吴灵仙也是乐得 做个人情给她 于是作为梅人 给她搭线千桥 福知芳本就出身北京奇人之家 虽平素很仰慕梅兰芳的才华和名气 但听说对方有娶她的意思 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底线 娶我可以 但是我不给人做妾 要做就做正房夫人 梅兰芳此时正在迷恋阶段 对所爱是有求必应 此时的思想已经不比从前 也不是非一个正房不可 所以她直接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说 可以与明华平起平坐 两人都是正房夫人 之后 福知芳进了美府 福知芳年轻漂亮 梅兰芳又偏爱她 加之 她本来就出自名门 对人人又大方有理 大人接物很是老练 这一笔 王明华不觉灰暗了几分 失去孩子与丈夫的王明华 只觉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 忧思深重 整日咳嗽了起来 当福知芳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 她思虑更重了 福知芳还把孩子抱到她的面前说 感谢你的成全 我请你做我第一个孩子的母亲 王明华心下不忍 又开始称怪自己的小心眼 她觉得自己不够大方 还不够好 福知芳这个举动感动了她 她知道一个女人能如此做真的不容易 只是此时 她的身体已经越发沉重 更不能夺人所爱 她谢绝了福知芳的好意 并且嘱咐她一定好好养大孩子 王明华第一次觉得自己余生再无指望 为了福知芳的孩子们和梅兰芳 她提出自己要置身前往医院看病 并嘱咐不用探望 如此懂事的王明华 并没有唤醒梅兰芳的心 她又开始了另外一段爱情 此时的孟小冬 走进了梅兰芳的生活 而王明华已经病得更重了 孟小冬的名记 要比刘喜葵更大得多 据说 黑社会头目杜月生 就在她成名之前 开始给她捧场 她不知为何 看上了梅兰芳 王明华酸绝的梅兰芳 又牵扯到别的女人 心下不爽 但是每次看到福知芳膝下儿女环绕 和梅兰芳有说有笑 她心里就莫名觉得悲伤 此时 孟小冬的到来 她甚至还有些 抱着一种看笑话的态度 听到梅兰芳说 娶孟小冬 之后代替她 她也点头同意了 她又能怎样呢 来了一个又一个 她只能说成全 维系着最后一点 来自梅兰芳的爱恋 王明华知道 再待下去已无意义了 她提出一个要求 以自己看病 不想影响孩子和梅家人为由 自己孤身一人去了医院 梅兰芳对梅小冬的热爱 占她冲昏了头脑 孟小冬也表达了不做歉的想法 但是梅兰芳说 王明华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当她死后 孟小冬就可顶替她的位置 和福之芳一样 都是做大 和王明华的态度不同 福之芳不同意 她的个性好强 事事都要占个先机 并且用孩子们要挟梅兰芳 这让她很是为难 平生第一次跟她起了冲突 孟小冬到底是好骗 她只相信梅兰芳的话 并不知道梅府之中 福之芳的态度和看法 一个夜里 梅兰芳用一顶小轿子 和孟小冬抬到了朋友 冯耿光的宅院 两人做了夫妻 从此 梅兰芳不再回家 只为了跟孟小冬厮守 但是 好景不长 一个孟小冬的粉丝 闯到了冯耿光的宅院 本意杀害梅兰芳 但没想到误杀了冯耿光 这个事出来后 福之芳找到了机会 动员了梅家人一起 以梅兰芳的人身安全为由 勒令她跟孟小冬 断绝关系和往来 梅兰芳因此 也渐渐疏远了孟小冬 这样孟小冬无内剧坟 大梦初醒 但是 孟小冬并没有立刻 离开梅兰芳 她的分手关键点 还在于福之芳 梅家老太太病逝的时候 孟小冬以梅家夫人的身份 扇门吊眼 但是福之芳 用肚子里的孩子 作为要挟 任人把她拦在了门外 遭受骑士大辱的孟小冬 一气之下离开了梅府 跟梅兰芳彻底断绝了关系 还称呼梅兰芳 唯唯君子 是啊 曾经山盟海誓的恋爱 此刻 正一动不动地 在福之芳的面前 她哀求福之芳 但是福之芳此刻 拿着运渡相逼 她不敢说也不敢言 梅兰芳突然想起王明华 想起她的大度和包容 欺声和容忍 和福之芳相比 王明华的身上根本就没有刺 她得了肺结核以后 还自动远离了众人 只为了不要影响到孩子们和自己 只是 王明华到底是在医院孤独地走了 临走的时候 没有梅兰芳的陪伴 她有多孤独 就显得梅兰芳有多无情 她活着的时候 看见了梅兰芳的女人们 自立开放 死的时候 终于可以不再孤独了 而梅兰芳 在福之芳的陪伴下 度过了余生 死后 在墓碑旁 王明华终于等到了她 梅兰芳的行程 从没有因为谁而停止 她一生之中 有过四个女人 每一个女人都用情很深 也被伤得很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